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的先生有好长一段时间 昨天开始一直到脖子一直痛 不舒服 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那个 我看到那个 那个田里边 农田里边 好像是用芦苇大的一个东西 芦苇大的一个东西 芦苇大的一个东西 然后那个弟弟有根棒棒 弟弟有根棒棒 弟弟一根棒棒上面缠了那个 缠了那个东西 上面缠过来 缠过来 好像那个像丝瓜藤 像丝瓜藤 在这爬 就是一根棒棒 一根棒棒从上面爬过来 从这个地方 从颈部爬过来 爬过来 绕着那个脖子 再绕到那个脸上 好像那个一个丝瓜藤 一个丝瓜藤这样 绕过来 一个丝瓜藤 原来我从来 这个羊羽没见过 时候会引起这个来 我看看 一个丝瓜藤 丝瓜藤 丝瓜藤 沿着一根棒棒 沿着一根棒棒 过来 现在正常就这样了 这样的呢 一根疼 爬过来以后 现在看到的就这样 脸上爬了一根丝瓜藤 爬了一根丝瓜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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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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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那个东西啊 拿那个东西 出那个 那个丝瓜藤 哦 丝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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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它是吃我们 那个东哥别的 吃那个东哥别 奶奶家的 他用 恨得真的 用那个小棒棒的 小棒棒的 小棒棒吃他家的那个 丝瓜 是他那个丝瓜 哎 是那个丝瓜 是丝瓜的时候 有个人啊 有个人恶恶恶地看着 有个人恶恶地看着 那个 那个人是谁 恶恶地看着 看那个那个是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是 在上几代的 那个人是谁呢 是我们小时候见过的 那个小时候见过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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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哥别那个老徒的 爸爸 老徒的爸爸 哦 那当然是灵魂了 老徒的爸爸 眼睛折眼啊 你别看他一句话都不说啊 那个 那个 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个 他是一句话也不说 就是那个 他的场面放那个叶虎啊 就是那个 那个 杀鸟的叶虎啊 除了这个之外 好像 好像一句话还不说 然后呢 那个 他家里面挂了一个扁 扁上面 有几个瘦头 哎呀 我现在看到那个 扁上有几个瘦头 扁上也有几个瘦头啊 他们家基本上可以 一句话叫 枫一枝枝 枫一枝枝 做够吃的了 做够吃的了 但是我们家穷的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啊 还在欺负我们家 还在欺负我们家的时候 小时刻 然后 然后 然后你先生啊 那小时刻 气得要死去报复他们家 用那个棒棒吃那个丝瓜呀 吃那个丝瓜呀 吃那个丝瓜呀 被那个老头子砍掉了 被那个老头子砍掉了 那时候老头子还活着 老头子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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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子那个脸这边有问题 那个老头子 那个老头啊 这个是几代人呢 父母上一代 奶奶上一代 再上一代 就是那赵家的那个老头啊 一二三四 前三代的那个 前三代他脸有问题 他的脸这个地方有问题 他脸这个地方有问题 我现在排了才知道 原来我不知道这个事 他脸这个地方有问题 脸有这个问题 脸有这个问题 他看到了 看到了那个丝瓜 东他家丝瓜 他看到了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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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没几年 那个 走了 老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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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那个老头灵魂下来了 下来往下一看 看那个丝瓜疼了 丝瓜疼了 他把手啊 把疼啊 那边上一挂 就挂在有病的 主肩膀上了呀 主肩膀上 挂在主肩膀上了呀 然后那个 那个丝瓜疼 慢慢慢慢长了呀 长到这里了呀 长到这里了呀 长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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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长到这里了 从 他把手拿上去 然后就把那丝瓜 就放在这里了 邻居就放在这个 肩膀这个地方 然后就慢慢慢慢 长上了 长在这里了 然后那个丝瓜 不放上爬了 这个疼了 疼不放上爬了 就长到这里了 长到那个 主片嘴角这里了 长到嘴角这里了 不放上爬了 不放上爬了 不放上爬了以后 当然越长越粗 越长越粗啊 后来不长粗了 当然越长越结实了 越长越结实了 越长越结实了 慢慢慢慢长了以后 长了以后 长了以后 慢慢慢慢慢慢 这边拉了呀 这根疼老了 这根疼长得老了以后 就慢慢慢慢 就是 呃 干掉了 没有水分了 没有水分以后 干掉以后 就缩水了 越是缩水越是拉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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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就拉进了呀 拉进了呀 拉进了就把那脖子 和那个嘴角 自己一根疼 那一根丝瓜疼啊 干掉的丝瓜疼啊 很接着就拉进了呀 拉进了 那就这样了 就这样拉过去了 一根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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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根疼就拉在那边 那一根疼就拉在那边 然后 躺在肠上的时候 躺在肠上的时候 变上一个叶痕的时候 前面有个踏板了 我们在那个车位远一点 踏板前面 哎 跪下来就说哎呀 太爷 哎 是我们晚辈做错了 太爷 是我们晚辈做错了 太爷是我们晚辈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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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应该在你家的石瓜上刺动 你说我亲生不应该在你家的石瓜上刺动 哎 你说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哎 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哎 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哎 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哎 他也没支撑 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哎 他没支撑 但是他说那个赔礼道歉一个 他说那个赔礼道歉一个 手在 他的右手在摸 好像是要摸剪刀 摸剪刀怎么把它剪掉啊 摸剪刀 我向他摸剪刀 摸剪刀 摸剪刀 我向他摸剪刀 等一下 我找一把剪刀 你听他说 剪刀在这里 你拿给他 他在肠的里边 他在肠里边 他有点糊涂了 年纪比较大 糊涂了在肠里边走 肠上一半来不会放剪刀 肠就会来给 你说股刀在这里 你说剪刀在这里 剪刀在这里 你不要说叫他剪 你只是告诉他 剪刀在这里 有意念那个感觉 他在找剪刀 但是决定他自己下 不是我们的 剪刀在这里 你只说剪刀在这里 剪刀在这里 然后呢 你拿给他了 拿给他以后呢 你说是我先生错了 是我先生错了 是我先生错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手伸了一下这一刻 伸了一下这一刻 对你说 你把他剪了吧 他不是自己出来 但是他叫你去剪了 你说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谢谢你的大恩大德 对对对 然后呢 你把那个 谢谢你的大恩大德 然后你那个 这边 把他剪一下子 然后这边 把他剪一下子 你对他说太爷 我把那个藤 已经剪下来了 太爷 我把藤剪下来了 然后他指指他的意念 这个时候他的意念 把藤剪掉 他的意念 在手指根告诉你 要应该把这边的根 把他拔出来 然后把这边的根 要把他拔出来 但因为是他干的事情 他的意念不过来 叫你去做的话 你自己剪也是没用的 明白吧 他指指 叫你 叫你把那个根拔出来 你说谢谢太爷 谢谢太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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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现在把 丝瓜藤的根拔出来 我现在把丝瓜藤的根拔出来 他那个就是长到这里 现在把丝瓜藤的根拔出来 这个就长到这里就像一个根一样的往里边长 你说我现在把丝瓜藤的根拔出来 他那个绳子指了一个动作 要范围大一点 像歪一下子的感觉 好像这么大一块了 要刮一下子的感觉 然后你说 然后他那个用手指指嘴巴 大概叫你用勺子去挂 拿个勺子 用力把里面挂 因为那个临界就看得见了 然后你就去找把勺子 把那个一片刮一下子 就像这样 把它都挂出来了 把根从里面挂出来了 然后他那个绳子指指下面 你说谢谢太爷 谢谢太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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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在这边用勺子 把肩膀这一大片挂一下子 挂一下子 一大片挂一下子 一大片挂一下子 一大片挂一下子以后 然后把他都挂几次 你想象到这个都挂几次 都挂几次 都挂几次以后 然后把它清掉了 然后清掉了 然后你说 你说 你说 都挂太爷了 都挂太爷 都挂太爷 加个勒子 都挂太爷了 都挂太爷了 加个勒子 都挂太爷了 都挂太爷了 说完这句话 他眼睛就闭上了 都挂太爷了 说完这句话 他的眼睛就闭上了 都挂太爷了 然后你对他说 怕你睡着了 睡着的意思就安息了 然后你说 我把剪刀放在你的床头上面 就是你没拿他东西 你还给他了 你说 我把你的剪刀放在你床头盔上 放在你床头盔上了 放在床头盔上了 放在床头盔上了 对 我把你的剪刀放在床头盔上了 然后这个人很疑心很重的 我把你的剪刀放在床头盔上了 这个人很疑心很重的 所以呢 你对他说 那个剪刀是黑颜色的 对他刚才是男的 我把剪刀放在你床头盔上了 我把剪刀放在你床头盔上了 然后你用那个主手 想要的拿了个勺子 你对他说 这个勺子是我家自己的 这个勺子是我家自己的 我就把他仍然带回家了 我仍然要把他带回家 然后就离开了 为什么呢 这个人很精明很精明 就是越是年纪大越是精明了 这个女人就是说 你拿了一把勺子 以后他看到你带了勺子走的话 他以为你是拿了他的勺子的话 他倒是又来追勺子了 所以呢 你们也不要要跟他看 这些他已经闭上了 但是要强调一下子 你说 这个勺子是我自己带来的 这个勺子是我自己带来的 然后我再把他拿回家了 我再把他拿回家了 然后就慢慢慢慢 他从我们的事业当中就消瘦掉了 从我们事业当中消瘦掉了 这个太野 从事业当中消瘦掉了 然后我再看到那个 刚才那个爬藤的那个丝瓜藤了 在那个石头上的 其他的丝瓜藤了 慢慢慢慢慢慢就干枯掉了 就是季节到了 慢慢慢慢就干枯掉了 干枯掉了以后就又还原成一片土地了 还原成一片土地了 大的芦苇之类都不见了 大的芦苇之类都不见了 然后就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这边挖掉的东西 挖掉的灵节 挖掉了一大片慢慢长好了 长好了 里边就没有长那个 再没有长藤在里边了 然后这边也没有长藤在里边了 就没有长藤在里边了 就没有长藤在里边了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看了 看了比较可怕 这个藤了 我讲的 我讲的那个 那个原来我遇到的 林牌上遇到的一个藤 有一次呢 有这边的 美国的 有个人过来 说他要给他那个男朋友 要排那个 排那个 排那个 心上有问题 医生要做心上大桥了 我给他一排嘛 排出来 那我说他的那个 他的男朋友 那个年纪大了 都七十五岁了 一个老头啊 他小时候在农场里边 养了好多鸡 养了好多蚯蚓 蚯蚓被鸡 现在蚯蚓来找过来了 找过来就压在他胸座 全部都蚯蚓了 压在上面 就压在心脏出问题 我排完以后 呀 他说对啊 他说我听我那个男朋友说 他从小 从小就一直生活在农场 生活到十七岁 才离开农场 那时候他群结上了 马上对上了 我说 而且我说他也喂鸡 哎 对呀 他说我先生特别喜欢鸡 家里还有一个鸡的 那个叫什么 模型呢 就是那个蚌鸡 就是一个雕塑啊 一个瓷的瓷器做的 专业还有一个鸡在这边 枪一对上以后 他就这个很准了 很准以后呢 他说 哎 你能不能跟我也排排一个 我说行啦 我问他 那你排什么 他说 我又变得身体弱 他说我又变身体弱 因为我跟他那个排他先生的 那个男朋友的时刻呢 他整个过程都是住在这边呢 是看了地的 有气无地啊 整个过程人是人是有气无地 就没有看到我视线 没有看到我在现场嘛 没看到我 他一直是看了地的 然后排他自己的事还是有气无地的 有气无地的 他说 他说我又变身体弱 后来我第一眼我看到房子上面 屋檐上面那个屋檐的前面呢 长到最前方的一个面上 有这么大一个马蜂窝啊 一个马蜂窝后面他就用剪刀啊 咔嚓一下子把马蜂窝给剪掉了 马蜂窝给剪掉以后呢 后来那个马蜂窝从灵界过来了 这边呢长了一个马蜂窝啊 这么大一个马蜂窝啊 他说对啊我两年前手术把它切除掉了 那个医生说疑似脂肪瘤 也可能是癌症 这两个就没确认到底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说把它剪掉了 我连排看过去嘛 原来这边长了一个疼啊 长了一个就是那个 这个叫什么疼啊 那个叫马蜂窝啊 为了不让它再被剪掉 它长了一个疼 往里边长进去 长进去以后 然后那个疼慢慢慢慢慢慢 就往上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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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长到耳后啊 哦 他说我几年前这边鼓了一个东西啊 手术把它挖掉了 挖掉就躺到这里 挖掉 然后呢 它再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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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屁股这里 我再躺到这里 再没有再往下长 哦 他说我这边一直痛啊 一直痛啊 原来也是爬疼啊 就是说从那个后先方这边开始 往上爬 往下爬 往两根疼往里边爬 爬的时候是往果髓里边 穿果头的中间爬的 果髓枪里边 往上爬到这里 往下爬到这里 而且那个 那个马峰屋的根呢 像爬成像里边有毒素啊 嗯 后来我说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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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峰到去以后 我把疼半律扯出来 都扯出来以后 我把我搞完以后 他就抬起来就看我了 原来有气屋的整个过程就从来没看过我 这样还没地气 一滴地气都没有 就有气屋的就是从死人差不多了 有气屋的 有气屋的 后来好像人活过来似的 后来他说非要请我自中办去 凭着我领排完就累了 马上就休息 他感觉好像原来从来没有话要说得出来 好像在家了几千年几百年的话要说呀 那我想既然信息那么好 那我给你到外面吃饭去 吃饭去的时候 我就一看那个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了 原来不是有气屋的吗 后来我就打个电话 给那个介绍他来的人 应该是介绍他来的人给我打电话 我说怎么样了 我说现在他叫我吃饭了 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这个人怎么 原来整个过程都是有气无地呢 我说现在才想换了一个人 想有气屋出来了 哦 那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几年前认识他开始 他一直是有气无地的 那就一根疼了 一根疼了 但今天这根疼呢 这根疼呢 同那个疼不一样 这根疼呢 就是在体内没产生毒素 但是也很要命 因为那里边那个 长了后来不是叫你手指挖的一道片吗 如果不把他挖掉的话 就是过两年以后就里边就长 长的东西了 就相当于一个藤板里边就长了 所以这经济范围都挖掉了 特别是扣肩板这边 藤的是在表面长 从这边连到这里 刚才我说的马峰那个人 是从那个望下生长 望下生长 然后钻到骨髓里边 然后就望上望下 就这样跑了 这个就是两个区别不一样 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它长了以后 就没有停在这里 就没继续长 但刚才那个呢 就停在这个地方长得很大 还有这边长得很大 不过现在已经挖掉了 挖掉了 是这么一回事 我先放那个